大家好 中国古代统治者权力是特别大的 这个权力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有些人死后也要体现出自己的权力 于是这就诞生了中国古代一项非常残酷的制度 就是殉葬 也就是说统治者死后要杀掉活人活物 跟死者一起埋葬 殉葬制度是区别于陪葬制度的 往往这个陪葬是活人生前喜欢的物品 要么就是活人生前最喜欢的某些人 等这人死了再陪葬 比如说咱老提那张廷玉雍正皇帝喜欢他 让他死后佩享太妙 其实这也是一种陪葬制度 你再比如说像魏征 什么玉池敬德这些人陪葬昭灵 是你死了跟皇上埋一块 获取病陪葬茂灵 都是这个意思 陪葬的事咱说了不少 今儿咱主要说说殉葬制度 中国古代殉葬制度由来已久 早在部落社会 你像梁祖文化 二里头文化 这些考古发掘当中 就发现了不少殉葬坑 到了商代 殉葬这件事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了 商朝贵族死了之后 往往都会有殉葬 殉葬的人不光是奴隶 就连贵族的亲属卫队都有 而且不少研究者发现 这些亲属卫队相比于奴隶来说 很多都是自愿的 因为在他们的尸骨上 没有发现外伤或者挣扎的痕迹 你比如说咱们去河南 比如到洛阳 看天子驾六博物馆 那里边有强制殉葬的狗 因为挣扎那狗都跑到坑外边了 它是有痕迹的 然后你很安详的 就躺在那里边一动不动 头骨什么身上的骨头 没有变形 一看就是自愿的 根据出土的甲骨文统计 商代至少有一万三千人被殉葬 其中四分之三发生在武丁时期 也就是商高宗 他媳妇叫傅好 从他开始商王开始称帝 那武丁的陵墓也就是著名的殷墟大墓 殉葬的有一百多人 不过武丁之后商代的殉葬数量和人数 就大幅度减少了 毕竟那会人口有限 你都殉葬了 没人干活了 到了周代随着政局稳定 人口增加 殉葬这事就又开始兴起 甚至还出现了相关的制度 首先周朝规定 只有贵族有权利享受殉葬 平民百姓再有钱也不能干这事 其次呢 对殉葬人数有了规定 墨子结葬夏 里边就讲过这样的话 天子杀殉 众者数百 寡者数十 将军大幅杀殉 众者数十 寡者数人 也就是说天子死后啊 殉葬的人数几十到几百都行 将军贵族死了呢 殉葬的人数是几个到几十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而且西周的时候啊 殉葬也是门学问 不是谁想陪先王走都行 你得有身份 至少得是个大王生前器重的人才行 正是这种的这个制度的流行 导致呢 在春秋时期 殉葬成为主流思想 要是哪个国家呀 不殉葬都不好意思说自个是文明国家 想当初秦武功在世 秦国呢 没有后来统一六国的时候那么强 也经常被其他国家说成是蛮夷 武功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就下令自己死了之后 要学其他国家进行殉葬 果然呢 武功一死就找了66个人给自个殉葬 然后秦国还非常happy 跟外国表示自己也是文明国家了 从此之后呢 这个秦国就开始流行殉葬文化 武功的第八代接班人就是景公 死后呢 有将近两百人给自个殉葬 秦国的殉葬就达到了顶峰 秦景公的墓葬后来也被发现了 那叫这个秦宫第一大墓啊 规模呢相当大 其实秦国论爵位不过是个伯爵 就享受这么大的墓葬 那说明当时啊 也真是礼崩乐坏 没人把这礼啊当回事 随着这个三家分禁时间来到战国 各个国家连年征伐 人又成了宝贵的资源 人矿嘛 又得挖了 所以各个国家呢 又开始抵制殉葬文化 看到秦国呀还在殉葬 又跳出来表示秦国实在太野蛮了 于是乎到了战国的中期 宪宫在位的时候呢 就又废除了殉葬制度 并且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为后来的儿子孝公进行商鞅变法 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至此啊 活人殉葬这事儿就不再是个制度化的东西了 不见得每个贵族死了都要殉葬 不过灵星的殉葬事件仍然有 像那个西汉初年 虽然高祖刘邦公开反对人殉 但架不住他的子孙 比如景帝武帝死后都有殉葬的事儿 在汉武帝的茂林 就发现了好几百人的殉葬坑 里边有很多人都是腰斩了之后被扔进去的 很可能呢是囚犯或者奴隶 当然了说起来残忍 但武帝时期的殉葬呢 也就这一例 还因为他是皇上 后汉三国的时候 吴国有个大将叫陈武 早年呢陪着孙策一起南征北伐 孙策死后对孙权也是忠心耿耿 公元215年 孙权要打合肥 被张辽击败 陈武战死 孙权呢特别伤心 就让陈武生前最喜欢的爱妾给他殉葬 被几乎所有人批评 那爱将因你而死 你要真心对他好 你应该自个儿陪他走 而不是干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 甭管这个孙权怎么被批评 这事儿呢至少说明这个时候搞殉葬 不能大张旗鼓杀那么多人了 总而言之啊 从汉朝到宋朝 殉葬属于被人唾弃的行为 没有人呢在大张旗鼓的这么搞 直到蒙古人入驻中原 有一种说法 说成吉思汗死了之后 至少有2000人为他殉葬 还有40多个贵族女人陪他一起死 当然了最近我看到不少反对的声音质疑这种说法 不论成吉思汗死后有没有这么多人殉葬 至少蒙古国改名大元之后就看不到蒙古人自己玩殉葬这种事儿了 明朝建立之后 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殉葬这事儿特别感兴趣 有人说呢他这是学蒙古人 其实学术界也有争论 甭管他学谁 至少他真的恢复了殉葬这事儿 朱元璋死后后宫之中殉葬的女人有十多位 建文帝登基之后还特意下旨 把这些殉葬女人的家属封了官 世袭网替 以表彰他们家人为自个爷爷殉葬 成祖朱棣的时候呢 殉葬就更被推崇 当年朱棣篡权不少建文帝时期的官员都被杀 还有人说呢 要不要把这些因女人殉葬而封官的这个人呢 这个家族的这个官职给取消了 朱棣呢居然表示反对 并且说呢 这些家人干的特别对 给我爹殉葬是件好事儿 让他们接着干吧 这件保留建文朝官员的事儿 在永乐朝啊是孤立 毕竟呢朱棣曾经下旨 删除了建文帝的年号 可见这个朱棣本人对殉葬这事儿的态度 朱棣呢 咱们都知道比较残暴 又对殉葬特别感兴趣 那他的后宫啊就热闹了 所有的后妃都在祈求朱棣别死 或者让自个儿呢死朱棣前套 他这么做啊 是有意义的 因为朱棣死后 除了皇后 16个妃子和没啥名分的侍女给朱棣殉葬 李氏朝鲜实录的时候呢 记载了当时的惨状啊 这个这些女人被带到一个宫殿里 让他们站在凳子上啊 脖子上呢绑上绳子 所有人呢知道自己要殉葬啊 都在放声痛哭 场面特别凄惨啊 之后呢进了一堆锦衣卫啊 挨个呢这个踹开绳子啊 然后这些人呢就全都上吊死了 为什么这个李氏朝鲜实录会记载这个事呢 因为这个在当时啊 这个朝鲜要向这个明朝进贡美女啊 其中呢有一个女孩进宫 就做了这个朱棣的妃子 但是呢他进宫不到40天 朱棣就死了 他就被迫寻葬 然后呢他就跟这个这个什么 来看他的家属就说啊 我再也不能回国 再也不能见到妈妈了 所以李氏朝鲜实录里才会记载这个啊 朱棣的子孙呢 自然也叫继承了这套制度啊 就连所谓仁宗皇帝死后都殉葬的 直到英宗时候呢才有了改变 你别看英宗朝有王震作乱 同宝之变呢 这个被瓦拉抓了 但是英宗皇帝在废除殉葬这件事上 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他命令禁止殉葬 死后也没有人殉 明代文学家王世珍对此赞不绝口 说此成千古帝王之圣洁 之后一百多年 大明官方也不支持殉葬 直到大清入关 女人人是少数民族 本身呢就有殉葬的传统 顺治时期大清刚入关 还没有什么汉化 所以殉葬的事儿时有发生 比如顺治的爱妃 董厄妃死了 顺治就让三十多个宫女殉葬 说到这儿呢 咱多说一嘴 当年的董厄妃啊 是顺治最宠爱的妃子 甚至呢为了她废掉了自己的皇后 博尔基基特氏 一下呢得罪了自己的亲妈 也就是孝庄太皇太后 因为孝庄也是博尔基基特氏 可以说呢这董厄妃跟博尔基基特氏 算是结了梁子 后来这个顺治去世 董厄妃的妹妹董厄真妃 主动为这个顺治殉葬 这么做 一方面呢 是知道自个儿姐姐死了 没靠山了 肯定没好下场 同时呢 也是为了缓和董厄氏 跟博尔基基特氏的矛盾 顺治死后 圣祖仁皇帝康熙登基 下圣旨彻底禁止殉葬 但是殉葬这种行为 也并没有消失 在民间呢仍然有发生 甚至大清王朝被推翻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 这个1914年 都民国三年了 北洋政府特意出台 褒奖令 第二条呢 就是奖励那些守寡 甚至殉葬的妇女 这令一出 瞬间在社会上 掀起了轩然大墓 绝大部分人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 国家怎么能鼓励殉葬呢 胡适啊 就曾经评价 说这都是野蛮的法律 这种法律 在今天没有存在的地位 由于胡适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 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 就废除了北洋政府 奖励殉葬的法律 殉葬 就终于在中国呀 消失了 讲完古代的殉葬制度 不然发现 这种制度 只有原始社会 人们普遍认为 把死者生前喜欢的人或东西陪葬 这些人或东西 可以在另一个世界 继续为死者效力 这种制度才有存在的道理 就连传统社会 也被很多人批评 万幸没有生在那种年代 万一你们谁 喜欢听我讲故事 让我去陪他 那完蛋了 好了 关于这个古代的殉葬制度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邮学 谢谢大家